忍忍 那我們今天就來講我們的忍者必須死啦好不好 那今天的話最近真的是超級無敵忙的 忙到我今天一整天都還沒開始玩 我們忍者必須死啦 我覺得最近的話基本上因為我哲平在忙擺攤嘛 所以這幾天的話應該都比較沒有什麼時間 來就是 來那麼快的直接就是來 就是那個一關一關的打喔 真的是比較辛苦一點點啦 那目前來說今天我們的家族戰我也沒打 因為這個禮拜真的是太特殊了 那今天的話應該會想辦法就是看能不能推進我們的故事劇情啊 或是就是 錄第二就是錄更多的影片喔 因為目前來說的話今天我早上是有去我們就是那個 FF嘛但是我沒有去待一整天 因為我下午有事情就先走了 但是明天的話禮拜日我會待一整天 那待一整天呢代表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應該會殺牙會沒有聲音喔 所以我待會的話應該會直接連續錄個兩集喔 好就是讓大家看了過一年每天都會有影片這樣子啊 那目前來說的話今天家族戰我沒有參與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家族戰是 發生了什麼事情好不好 這邊我們是 欸已經結束了來看一下這邊是 16比33 那一定是因為我沒有打的關係啊 哈哈沒有我真的覺得 我最近打家族戰我也是還蠻慢的 居然拿到我們這個魔犬之牙喔 那這個 公會戰的話呢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如果沒有就是在 這個8點那段時間的話就是跟著他們一起就是 打完我們這整個關卡的話你基本上這些小寶箱就是拿不到的喔 那團體的大寶箱是還拿的到啦 所以真的還是感謝各位好不好 家族的夥伴的努力 我先等我自己再變厲害一點點 因為目前來說其實哲平的戰力不會說太低 但是我的武器啊 就是比較偏差一點點啊 因為我武器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在練 那我是想要等就是我們那個 海螺跟水炮出來喔 那大家有問我說就是海螺跟水炮的本名叫什麼 其實我也不太 不太知道就是了好不好 所以大家如果知道的話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好不好 分享給需要幫助的觀眾朋友們知道囉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先來打一下 後面的那個 首領關卡好了好不好 因為接下來要打的就是我們這個好不好 我們的這個血影 然後剛好又可以拿到這個SS級的未鑑定券 我是蠻想要人王龍手的啦好不好 所以就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然後找瘋瘋姐跟他們來打一波好不好 呦來了來了 水啦好不好 我就知道瘋瘋姐對我最好了 有瘋姐的話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然後 瑞爺應該在開直播吧 所以人不在 然後這邊的話 波瑜來陪我打一下 求求你們 求求你們了 是不是沒開台就不想要來找我了 算了地區發下去 地區發下去的話應該就很容易滿了好不好 然後這邊的話呢 不知道這次要不要獻祭耶 獻一下好了我們來獻一下 然後 應該是ok 獻祭獻一下 然後這一次的話我們打完之後是可以獲得SS級的那個 宣賞令喔 所以我是不是宣賞令啊 SS級的這個寶物 拜託人王龍手我求你了好不好 就是就是龍手了好不好 不是龍手不然就給我刀鞘也可以好不好 刀鞘也可以拜託這兩個其中一個 啊你不要再給我那個什麼什麼圍巾 什麼葫蘆什麼什麼號角了好不好 不要再給我什麼號角響起了求求你 我現在真的是超級無極缺我們那個就是 人王龍手啦 要不然就是我們那個什麼 刀鞘啦 這兩個裝上去的話我就可以再打我的一個角色等 那個攻擊力再往上提升一點點了啊 好沒有問題 那這次的話基本上是我們95等血影 大概就是我們A之家的血影 但是說你模式裡面比較輕鬆的地方就是 他不會有一些debub的效果 比如說就是比如說那個什麼 炕水啊或是什麼之類的那種的話 就會比較輕鬆一點點 好這是我們平常最常打的那個血影啊好不好 每一次開直播都在方便打這隻好不好 打到都都會廢了 好死掉然後待會的話我們就直接限機波 來 九天收水 咦 咦 弄到他弄到他 應該是ok 他怎麼死了三隻了 哇完了欸 不是我發現什麼 啊你們打不贏你們幹嘛還進來 是不是想躺 你自己說是不是想躺 感覺他們是想躺的欸 這輸出不知道夠不夠欸應該是有吧 因為他也沒有什麼強化什麼東西鬼的 但是他是血影啊我也不知道 因為血影的話就是出了名了 過動了會一直動來動去好不好 完了完了我覺得差不多完了好不好 他要打686的是怎樣 那6686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可以跟我講一下嗎 怎麼會這樣 686欸 欸全都死光了啦不能啦 爛死了爛死了 真的很爛欸 不行了不行了 不算靠我跟風姐都打不贏好不好 真的很爛欸 完了我覺得還是要去找一些認識的 不然真的太爛了 爛透了爛透了 686跟5111好不好 哇 所以大家目前來說的話 真的還是有很多ST的BOSS不會打嗎 因為我覺得基本上 已經過了還蠻長一段時間欸 要不然就是大家沒有像哲平一樣的已經都完了嘛 因為我真的覺得 打真心應該 你都已經打了很多次了 應該不太會死成這麼誇張的吧 應該是這樣才對啊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多講啊 怎麼會這樣 不行我覺得輸出已經不夠 這鐵定不夠了要吹了 要吹啦 哈哈 啊 我只是想要拿一個SX級的選擇 這麼難是不是 SX級的選擇有這麼難拿是不是 啊 這應該要自殺了 我覺得還是自殺好了 自殺一下好了 嗨子瑪妮亞風姐 嗨子瑪妮亞 我們跳出去吧 好扯喔 那個什麼 夜露食苦果汁 黑白萊蔥 尤其是那個血色藍月 搞毛鬼啊 幹嘛 好扯喔 到底在幹嘛 我要踢人了 他們應該會自己走吧 走開走開 搞毛鬼 爛死了 爛死了 地捏 快進來哦 還是 還是熟悉的味道最對味哦 只能靠他們哦 呵呵 靠你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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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助 快來 特助 最多八個字好可以哦 多奇怪 那群人到底是來幹嘛的 哦發 發地區 所以其實讓大家不要 因為我看蠻多人在下面留言說 哲平發地區都有人進來 你覺得是進 進這些人 你們會很開心嗎 哈哈 我是開拚不起來啦 哈哈 哦 算了 不是 我是覺得就是 因為像哲平 大家如果去看哲平以前 錄那個故事模式的影片 你就知道哲平以前 也就是打得很不好啊 就是 也都不會閃招啊 但是 我就是每天都有一直在打 一直在打 你要幫大家刷S級的宣賞 你知道 我就是慢慢的變成就是 比較會閃的啦 所以 如果你真的就是 比較 有點平弱的話 或是有點不太 OK的話 你就是 多多練習就可以了 這款遊戲說真的就是這樣子 你多打 你就可以吸收更多的經驗 好不好 然後 你就可以成為就是 逆害的那個 大隻腦 這樣子 大家都會需要你的幫助 這樣子 大家就會覺得你好棒棒 你是 你是大善人 這樣子 他們就會很 很希望就是 你可以幫他打東西 你怎麼會 你竟然就給我看 電視 那個什麼 八什麼 那個是不是又 又是什麼路人 又死了 那個 9500到底又是怎麼一回事 幹嘛 好險我們這次的話是跟我們一般的就是 平常在刷我們那個 大家懸賞令的那幾個大佬一起 所以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不好 不然再這樣搞下去 頭要痛死囉 哇 哇 你這個全閃 不愧是 你鮮哥哥哦 鮮哥哥很會全閃 這招的話基本上你可以判斷一下這個就阻礙下面就可以了 因為我以前都會 隨便在那邊亂躲啊 我有時候也是 會很想要在那邊亂躲這樣 拜託你最好是給我那個人王龍手或是我們那個刀鞘哦 求你了求你了 30層鮮影 其實我覺得他給的這個 禮物算是蠻好的 有SS券 所以這個一拿的話就這樣 還算是 蠻爽蠻愉快的啊 至少可以那個 拿到一個還蠻好的東西 收收收收收 起啦 三一 哎我在想 因為我現在那個就是 就算沒有滿血對不對 我的那個水套啊 水套基本上也是可以就是 打出三一的攻擊 如果這個禮拜 因為明天禮拜日嘛 禮拜日再沒有抽到那個 禮拜日再沒有抽到那個什麼 好的那個SS 我要直接做一整套那個 做一整套水的那個SS套裝出來 不然我的龍手到底什麼時候才要來 你們說說看啊 一直不來呢 我只能等到到工會那裡面出現在說了 但是就是不給我來 這個時間點應該是來得及哦 3306不開玩笑很痛的 然後我們是瘋瘋解掛了嗎 應該是瘋瘋解掛了嗎 我被刷到了 刷刷刷刷刷刷 所以 然後往上跳 往上跳 再見血影 你最好是給我掉龍手哦 不然就刀鞘哦 你瘋瘋解掛三劍刻好不好 這樣一個刀鞘 應該不會很難吧 你也是拿刀的啊 可以吧 拜託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拜託